BBE 陷入式廚房電器 Hello 大家好 我是Daisy 歡迎回來BBE的頻道 我們今天要講講香港潮濕天氣對健康的影響 大家是否會經常聽到 人家會抱怨由於潮濕天氣而面臨的健康問題 如果不想長生出現水珠、衣物或木架絲髮毛 抽濕機絕對是香港家中必要的存在 到底甚麼是濕度和濕度對健康有甚麼影響 濕度是指空氣中的水份含量 香港的濕度其實是相當高的 尤其是在夏季 這樣就會對我們的健康造成嚴重的影響 高濕度會導致貓菌、沉悶和細菌的生長 從而引起過敏或呼吸系統的問題 濕度過高也會令身體更難降溫 因此出汗也會更多 從而有機會導致脫水或電解質失核而中暑 香港高濕度會引起的健康問題 在香港高濕度會嚴重影響我們的健康 它會導致過敏、烤喘或其他呼吸系統的問題 對於患有烤喘或慢性阻失、性肺病等 呼吸系統疾病的人來說 尤其嚴重 此外高濕度也會導致皮膚問題 例如座瘡或濕疹等等 而不斷出汗會有機會引起 體味和真菌感染 在香港使用抽濕機的好處 在香港對抗潮濕天氣的影響 最佳方法之一就是用抽濕機 抽濕機是一種可以降低空氣濕度的電氣 它幼座去除空氣中多元的水分 並且保持舒適的濕度水平 在夏季舒適濕度為50-60% 在冬天舒適濕度是40-50% 使用抽濕機的好處 可以降低毛菌和細菌生長的風險 預防過敏和呼吸系統的問題 改善空氣質素和整體健康 降低濕度水平有助防止中暑 減少真菌感染和體味的機會 在香港選購抽濕機需要注意的事項 用家需要以家居面積和居住環境的微氣後 選擇一部合適自己的抽濕機 如果你是住在一些沿海地區 例如離島、將軍澳或西貢等等 你就需要一部高抽濕的抽濕機 普遍抽濕機的雜水箱容量有3公升或以上 可以應付4小時或以上的使用時間 如果想避免經常倒水的麻煩 可以選擇一些高容量的抽濕機 但一般容量較大 體積也越大 不過已經有部份型號 配備一些輪子和手柄 方便移動使用 另外更加有部份的抽濕機 附有空氣淨化功能 但就要謹記了 要定期更換類網 總而言之 香港的高濕度會對我們的健康 造成嚴重的影響 會導致呼吸系統問題 皮膚問題 和其他健康問題 通過用抽濕機 我們可以降低這些健康問題的風險 並且改善整體的健康狀況 想知道2023年BBE最推薦的抽濕機 可以看回我們之前的影片 BBE過往也有拍過抽濕機種類的介紹 下面info box已經有連結提供給大家 方便大家了解更多 希望這條影片可以幫助你 更加清楚香港使用抽濕機的重要性 有任何疑問也可以親臨門市查詢 如果覺得以上資訊幫到你可以like 和subscribeBB的YouTube Channel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